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目的利益体现雄心力量的一个纯男子节目 为了彰显咱们羊羊大锅的一种男子气概 当时一开始的设计就是纯舞蹈演员 加上男师表演的高难度 作为本届春晚舞蹈中最长的一支舞蹈 全长三分五十秒的时间内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舞师部分 舞台上两套梅花高装器材 由最初的一字装震变化成为十字装震 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 装震全部由演员人工进出移动搬运 而舞师运动员需要在没有任何测试 梅花高装是否平稳的情况下 一气呵成完成三分多钟的飞跃 据舞师演员介绍 这次春晚舞台上的三分钟呈现 相当于他们平时半个小时的运动量 而其中不少动作的完成都是第一次尝试 真正体现出春晚舞台的独特性 舞台上流畅的动作展示 到底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们邀请邓冰光 也就是梅花装上黄色狮子的狮尾 和他的狮头躺在棚 一起徒手给大家进行了动作展示 我们刚刚开始做一个座头 把四楼放到这里 这个是一米七高 我们再跳回来 跳回来做一个动作 是当抽签的动作 之后回过来就做一个360漂移 飞飞飞到这里做一个金丝倒挂 一倒挂就 我们有一个年度动作是车工班 是我们首创的 邓冰光跳跃的梅花装 从一米七到二点二五米 逐步增加 装面只有38公分 41码鞋的大小将将合适 站在这么小的面积 又这么高的地方跳跃 感受可想而知 从梅花装有摔过吗 摔过 刚开始练的时候是经常摔 摔得最惨的是什么样 脚断了 脖头断了 手裂了 头破了 都有 从针了 几乎每一位武士队员都有过受伤的经历 特别是剧烈舞动带来的腰细劳损 已经成为他们特殊的职业兵 你第一次上去以后就掉下来了 因为跳不过去嘛 所以才会掉下来 当时就哭了 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小嘛 十岁是吧 对 从上面掉下来了 还感接着上吗 哭完之后 还是感觉 不服气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是继续尝试 武士传统的方式 都是按照古典来完成动作 由古典根据狮子动作的快慢 进行及时调整 而这次春晚 却要求武士队员配合着既定好的音乐来跳跃 光这一项 就用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去磨合 演出中 各个板块之间的配合必须天衣无缝 而梅花装下200多名群舞动作的干扰 对武士队员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春晚是应该说是第一次尝试 因为我们平时底下都是没有人的 有啊 因为太多的演员在舞台上面跳舞 产生共振 还会摇晃 比如说摇晃的话 那个梅花装同时跟着摇晃 在上面跳的人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不稳的话 你就心里不踏实 做每个动作 你就到那个力不同心那种 比如说你平时出那么大力 比如说摇晃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小心 很小心翼翼去完成每一个动作 其实归根到底就一句话 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高难度的动作 就是可视性的高技术的动作 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就不想浪费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邓兵光2004年年仅14岁 就在马来西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上 夺下冠军奖杯 并封获首个东方狮王称号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国际省师赛事上 拿到的第一个奖杯 然而五年后的2009年 邓兵光却被查出患有脑瘤 医生说以后都不能再从事武士工作 此后的一个月 邓兵光把自己封锁起来 不说话也不理人 一度消沉 那心情一刹是跌到谷底 那时候是闷闷不落的 好像关着房门 不想理外面的事情 得知邓兵光生病的消息 比林堂的会长钟道仁 立即赶到医院 为邓兵光支付了医药费 并开导说 不放弃的人生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因为那时候文化那时候也不成高 比如你那时候会想过 你年纪一轻 如果你不武士的话 你还能做些什么 就简单的一句话 就让你思考 三个月后 康复后的邓兵光恢复训练 最终从一个走几步路 就会气喘吁吁的状态 恢复到又能参加武士的状态 一年后他重返武士队伍 两年后代表比林堂 参加了印尼的失望争霸赛 再次获得冠军 经过武士 让自己找到了记性 那时候是慢慢平衡 慢慢的是赞美越来越多 比如说你是武士 你就上赛场 得到评委 观众的认可 他的掌声 就是你最大的动力 如今邓兵光已经三十岁 踏上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是他武士生涯中的 又一个高峰 未来他将作为比林堂的教练 带领年轻人继续武士人生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为什么我要追求比赛呢 我就希望他们练习以后 站在那个颁奖台 拿到冠军 原来积极得到的字 跟以前要的东西 没法相比 以后你的目标 你的人生 我要从比林堂改变你们 自2006年以来 比林堂就立下了一个规矩 殷商或者殷年纪 不适合在武士的队员 只要本人愿意 都可以留在比林堂 参与到狮子头 狮酷等的制作中 掌握一项技能 退役但不退休 不仅队员退役后有出路 就连他们的家眷 也可以自愿加入比林堂 参与演出服的制作等相关工作 春晚舞台上 邓兵光的演出服 就是他妻子亲手做的 邓兵光的妻子 原来从事的是会计工作 结婚后 为了更好地照顾邓兵光和孩子 他依然辞去工作 来到比林堂 从头开始学习缝纫技术 如今 他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 制作演出服了 而邓兵光在谈到 穿着妻子亲手缝制的演出服 参与演出的感受时 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是自己青年做的 出去或者比赛 或者信心可以倍增 感觉是人事合一 因为我们带着石头去赛场 把青年的思念带着去战场 所以我们觉得比较踏心 人性化的管理 国际化的训练 让比林堂获得了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等诸多荣誉 如今 武师的这些队员 登上了中国最大的春晚大舞台 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武师队员们很多都是以往 不被周围人认可的皮孩子 因为学习武师 他们不仅得到了肯定 不少人还参加了国际师王争霸赛 为国争光 这次他们首登春晚舞台 更成为了全村人 全家人的骄傲 这是一份鼓励 更是他们武师人生 最难忘的经历 祝福他们 舞出更精彩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文化十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赢取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